日本人活100多岁很正常 马爷对这个比较敏感 不老 日本人从明年开始 是一个京都大学诺奖 获得研究干细胞的这个 在日本全国普及 全国普及之前 日本政府挂出了一个 人生百年办公室 安倍晋三排出来的 这个细胞只要移植了以后 人生百年跟小菜一样 从什么时候开始 明年 明年还有半年 咱慢慢等 所以您得想办法明年到日本去 一直打这个 人家人家这个是作为国策 来推的这个公司来普及的 对 马爷近些年特别担心 我知道有一个就是他怕死的问题 他老爱活着 马爷你去日本 可以像北野武一样活着 就是要不断的谈恋爱 那你得这个体力跟得上 精力体力都得跟得上 他这个72岁 如果说随便活过一百岁 那后面三十年 这个再慢慢挣吧 他这么大的名气 而且通过这个事 知名度又扩张 而且像他这样的人 是这个投资家后边追着 追着投 你上哪个地方 哪个电视台愿意要你 愿意要你 你的广告客户 就都追着走 所以他从来不发愁 他老婆为什么不跟他离婚 因为他是个应酬机 日本真好 72岁了 电视台追着 在中国72岁全给轰出电视台了 你想想哪有72岁的人做节目 62岁都很少 除了我没别人 马爷代表老年人 进行吐槽大会 给自己做了个广告 真的不是 真没有啊 真没有 马爷也豁不出去啊 这我是观察日本社会 有一个特点 就我不是住过一年 我也不知道这特点是不是对 就是他们 我一个日本的朋友说 他说日本人啊 就你看到特别规矩什么 他说不是自律 其实是他律 就他们特别害怕被别人注意到 特别害怕不一样 就特别害怕自己麻烦到别人 但是所以你要摆脱 这种社会的惯性 你就必须比其他人更出条 就是说我就彻底不要脸 我就彻底不要他人的束缚 所以我们看到 好像那些日本的 就是伟大的艺术家 都是比一般的艺术家 其他国家艺术家 就更前卫 更先锋 更不管不顾 因为他那个社会的惯性特别大 就他要出来 他必须 他更走极端 他必须更走极端 他才能跳出来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这个日本人在国内 跟日本人在国外 完全是两个人 怎么说 你比如说日本人 在国内的时候打电话 你必须小声的 偷偷摸摸找个地 在电车上不能打 我那天在上海 那个普通机场那 一个日本人 在坐这等着 非常大声地打电话 我上去我跟他日语说 我说你在日本国内 这么打电话吗 他听着我以后 马上站起来 就出去就走 他只是在那个社会 还有一个这个 我在那个 也是上海普通机场 一个日本人 跟这拿着那护照 又跟那个 那小棍人 那地勤那小姐跟这喊 说你摸我护照了 我上去我就 日语骂头 我说你混蛋 不摸你护照这个 你用日语说吧 对 你用日语怎么说 鬼子来了 你告诉他 他就给你弄机票 他不摸你护照怎么行呢 对不对 他们就有点这种膨胀 一出国了以后 彻底放开了 就跟在国内 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知道 就是说 这个日本 非常有意思 你看 一方面呢 咱们当然能理解 中国很多人 对日本有反感 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从这个旅游局的数字 中国游客 到日本旅行的 那家伙真是 直线上升到不得了的程度 去年840几万 但是呢 我就听了 蒋老师说的 我就才发现 别以为 日本一直都是这么 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就是 太有意思了 就是 他原来 仅仅在几十年前 都不是这样 甚至有人 最近 最近不是说 这个上海 这个 这个你是什么垃圾 对 你是干垃圾 不是垃圾 我跟你说 咱们可以预感到 上海领风气之先 从上海开始 咱们恐怕接着 都得慢慢地 学会这个分类 分类垃圾 可是你知道 日本不是一开头 就这样的 我听到过一个年限 就说是 大概在1964年 这个奥运会 他们才开始 点燃了 就是政府开始 搞这一套 原来也是脏乱差 63年 为了迎接 64年的东京奥运会 来开始推进这场革命 您刚去日本的时候 说会分垃圾吗 我刚去日本 我在最下写文章 还在说这个事情 会分但是先烦 你知道 还有呢 这个垃圾分完 你先烦了以后怎么办 装在一块扔出去 但是日本有朝阳大妈 日本版朝阳大妈 一会儿第二天 早上你一开门 东京全回来了 又回来了 但是分类呢 其实咱们没有讲到人家的好处 我觉得我们国内宣传部好处 我们分类人家最好处 比如说 有这个粗大的这个垃圾 专门放战 人家的家庭电器扔进去了 一开始留学生 刚开始去了80年代 你想那建着个电视美啊 呱地搬回来了 包括以后怎么开都开不了 再一看 人家后边没电线 没插销了 然后人家告诉你 这个摆电线绞了的 就说明这个彻底不能用 然后能留着电线的 这也是人家生情换代 这还可以使 就好多日本留学生 好多日本留学生 当年刚去日本 全家的家具 都是从这种粗大垃圾 这个区 就王国就这样 一个书件 我也是 你也是 对 你在东京还一年了 一张桌子 因为我们 一个交流基金还可以捡啊 对 因为我住的公寓 它有那个垃圾房嘛 然后它垃圾房是会有 那个什么书啊 衣服啊 什么碗啊 他们不要的放在那 我就没事就去捡两个 就是是可以捡的 然后我不要的书 我也放在那 我妈把我以后 小孩的教材都已经捡好了 在那个垃圾房里面 从一岁到七岁 就是它都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所以马亚你去日本 成不了北野武 就是一剪破烂的 对 这个能把垃圾 做成这么细致的分类 它主要体现一个民族精神 因为这个事情 在全世界推广都非常难 很难的 只有在日本做成了 但是所以 你看人家日本 我住这个公寓里边 这个什么地方啊 这个垃圾室里边 要有洗手池 你拉完了以后 你要在这有洗手的 你不分类那就不要说了 关键人家这个屋子 要脱臭装置 脱臭装置 人家这个楼里边 你要把宠物带回来 为了不避免带回垃圾里的时候 这个楼的入门处旁边 有狗猫的洗脚池 它已经做到 它已经精致到这种程度了 我们很多无知的人 印象当中 日本人是挺变态的 所以就启发日本 为什么呢 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 文化原因 为什么中国人跑日本去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日本 但你跑到日本的时候 就你旅游的时候 感觉是很好的 我碰到过很多人了 原来我们不说具体人 这人都有名 然后一跟我聊天 就特恨日本 一天到晚 就骂不咧咧 然后后来我就说 你去过日本吗 他说 没去过 我说你没去过 你说这事没用啊 我说你去去 结果他去两趟 然后回来就打电话 约我说 马上这个 我这从日本回来 有点新看法 咱俩约着吃个饭吧 然后他开始就对日本的看法 完全大扭转 那么他把原来的那种 道听途说的 和就你说看到的 这些变态的东西呢 是在他最初对日本认知的 一个全部内容 当他去了日本呢 他实际上得到日本的好处 其实都不是在这个层面上 都是在生活的 最点滴的层面 比如你进厕所以后 你会很舒服 对吧 干干净净的 不管在哪 有时候你甚至都觉得自己不好 就是千万别把人 自己是个脏东西 对对对 千万别把人这哪弄坏了 给哪都割回原地 还有一个 那天我看了一片子特有意思 觉得这个抽这个纸啊 有一种长卷纸 有人说你是上厕所 不是现卡的 就是你 你蹬那么老长的嘛 我就见过 有时候我在那个公共 这个洗手间看的那个人 蹬那个纸吧 我都想制止他 就是你没有必要 我就见一个女孩 研磨的喷喷僵 就在那种长纸 就拉 就拉的你不知道他想干嘛 拉人脑子那么大一角 他把这个奔一弄 啪啪拍点声 哭噔就扔了下子去了 就这个就对我多少啊 都带点愤怒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说 你跟 你别这样 您再弄两两指擦 他不就完了吗 但是我又怕我一说的 他万一不给我面子 说你管什么险事 那我下不来台吗 所以我也没敢说 人走了 然后我就看着 我说这人 他们家也这么擦手吗 就这种状态 所以中国人在这种公共场合 他到了日本以后 他是有压力的 连我这样的人 我进去都有压力 但是就像帮周刚才讲的 您觉得日本人这种 他是一种自律 还是一种迫于社会压力 是这个团体 集体的这种压力 使得他必须这样 小心翼翼 可情可见 实际上内心挺变态 实际上是迫于社会环境 而且呢 是从小就教育你 你就是要注意社会环境 你就是要注意周围 你比如这个小孩 如果妈妈带着小孩上电车 这孩子一哭的时候 赶快要不要哭 不要哭 不要影响别人 他要把这孩子抱走 像咱们的高铁的商务舱 那就是个人家的家庭快乐室 或者是老总的办公室 一上去 你不要听到 他会把 我感觉他把一辈子电话都要打了 要不然就是特别上去 哎呦 看这小孩上去很奇怪 买了个算数的书 还买了个架子的书 来回拨猪的 那就成了他们家的家庭教育室了 这种事情在日本是绝对不会的 为什么 社会环境不允许 所以关键这个社会环境的这个氛围 是很重要 但是一旦跳出这个社会环境了以后 它就会变 无法无天 它就会变 而且我觉得日本好多艺术家 他们为什么 就像包括北野武这种 他其实是太烦这种社会环境了 你知道 我后来在想他的很多东西 你发现其实是一种斗争 它是跟整个社会的一种斗争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有个很喜欢的日本作家 叫村上龙 他有一本书 对 讲的是那个69年 就是全世界年轻人都很激动 然后他们在这个 在这个课桌上面 大小便什么的 他写的一年写的很精彩 然后他里面有段话 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他这辈子的 就是要和无聊的大人做斗争 跟无聊的大人做斗争的方式 就是快乐 然后快乐需要能量 所以他就是要持续斗争 他一定要笑到 所有的大声的笑到 所有无聊的大人 都听到他的声音为止 他说直到我死 我都要持续这样斗争 我就觉得跟北野武很像 所以北野武看不上 现在的年轻人 他不是在呼唤 现在的年轻人 你要做年轻人 你要做一回 你该干的时候 你就干一把 你不要现在像 这么宅的年轻人 他一直看不上 那你就像北野武这样 他包括在 他不是在舞台上 在个人生活当中 也是这个社会上的 清规戒律如无物 他这样一种态度 对于重视集体 重视 他在日本社会 为什么 他是个什么存在呢 大家觉得 敬畏 大家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 怎么不批评他 不是不批评的意思 就是每个人内心里 都有一种邪念 但是你不一定 都能够释放得出来 但是有一个人 在释放出来的时候 你却觉得 你自己也在释放 所以我觉得 他起到了这样的一种 排育钩的作用 对 但是如果是日本 哪个公司里 有这么一号人呢 那肯定不行了 那肯定就不行了 对不对 你在公司里边 这个 那老板 老板叫涉内天皇啊 对不对 涉内天皇 我不能跟你说 哪家大企业啊 民众不能跟你说 但是 比如说一喊 社长来了 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 进来了以后